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开始吧 赤花糖的名字 来自于它们身上的延伸物 特别是腹部下方凸起的骨片 看起来防御力非常高 但实际上摸起来软软的 它们分布于非洲的东南地区 属于热带的螳螂 它们身体的主要颜色 有粉红色和白色组成 它们的脚上带有斑纹 斑纹的颜色通常为绿色 橘黄或是棕色 由此可以搭配出非常多种颜色的组合 是不是很漂亮呀 赤花糖狼有个特色 有时它们会来回挥动前脚 就像是在打手遇 但功能不明 它们的腹部有一个像是大眼睛的色块 其功能可能和威吓有关 成虫之后有了翅膀 上面巨大的眼斑 在它们遇到危险时 会举起来吓唬天敌 如果把手势配合腹部的摆动 看起来就会像 好啦 以上是本期一周一堂课的介绍 我是热爱螳螂的韋爵老师 希望你喜欢本期的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